明山大川 传下来的石碑,数以万计,不同的石碑,因它独特的艺术造诣,而在历史上有其定位,许多碑客成了后学者练习书法的专业教材,今有天下第一场文碑,距今不过八零零多年,书法造诣并不十分独特,却仍旧被世人所津津乐道,有哪些特别的地方呢? 首先,这块碑是宋朝明臣韩世中的神道碑,自古就有爱无极无的思想,这位忠君爱国,战功赫赫的名将,本该被世人所传颂。 其次,这块碑,高约十二米,共八十八行,每行一百五十多字,总计均有13900近一万四千字字,这块碑的碑文长度,在中国碑客史上极其罕见。 另外,这块碑,是单一的巨石,在未被损毁之前,堪称巨型大碑,因为此碑的独特,也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天下第一场文碑。 许多人认为,此碑的价值,甚至超过了韩世中木本身,值得一提的是,这块碑,并不是韩世中病逝之后立即立起来的。 那时,秦贵尚在世,他不能容忍,也不愿看到对韩世中的高度追风,因此他多番阻拦,使得当时丧事十分简陋。 直到二十六年后,文从沈梦了解,宋孝宗正式追风韩世中北齐王,为他树碑立传,名文洋洋洒洒上万字,此碑忠心左密,定国元勋几个字,是宋孝宗亲笔所写,碑文由大臣赵雄转,周碑大树,近八百年时间,一直在巨碑碑上。 然而,经过岁月波时,这款万字碑于一九三九年五月,被巨风吹到,碑体断裂十余短,当第四历和尚,以及众多慈善人士,筹集巨资欲将碑扶正,因技术手段不足,无法将碑体护住,重数于原处。 好在,在巨碑倒塌之前,已经有人对碑进行踏骗,拍照等说,里,本文所看到的照片,也正是民国时期有心人的用心之作。 此碑碑文主要去述了韩世中一生功绩,以抗经为主要内容。 宋孝宗,以极大的热情,对韩世中给予极高的评价,这也是对主战事业的另一种肯定。 如今,神道墓碑正面碑刻,已被放在博物馆,要想参观,还需要多问点路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